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世界之最频道 每个星期给你说一些世界之最 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 你们吃过世界上最贵的食物是什么呢?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全球公认最贵的食物 原来马来西亚460令吉的汉堡 并没有列入全球最贵的食物之一呢 那在上菜之前先请你按下下方的订阅按钮 完成了吗?那我们接着聊 第十名 北海道西藏蜜瓜 225美元一对 西藏蜜瓜是日本北海道特产 它不是按照重量计算也不会单一卖出 而是成双成对的卖 这蜜瓜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能够卖到如此的高价 话说这蜜瓜是采用一卖一瓜的方式种植 日本农夫对他们的种植管理非常严格 只要是品质稍微不好的就会被农夫淘汰 只有最好的蜜瓜才能够生存下来 所以每一颗蜜瓜都是万种选一的精品 去年在北海道的蜜瓜拍摆会上 被一家饮料公司以两颗500万日元 大约47000美元的天价得标 这两颗蜜瓜创下了时尚最贵的水果 可是今年因为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拍卖 两颗最高价仅标出12万日元 大约1132美元成交 西藏蜜瓜的肉质不像一般的蜜瓜 那样吃起来口感脆口 特别浓郁的甜 普通的蜜瓜都是中间部分比较甜 但西藏蜜瓜即使是靠近果皮处 甜度也是丝毫不减 而且汁水明显比普通蜜瓜多 用刀切开的时候 果汁会沿着切面伸出躺下 吃进嘴里似乎瞬间就等花成吃啊 第九名 Douche汉堡2307美元 460马币可能只是马来西亚最贵的汉堡 来自英国的厨师迪亚哥 早前制作了一个世界上最贵的汉堡 标价1785英镑 还获得了金氏世界纪录认证 让我来告诉你这个汉堡贵在哪儿吧 你会为一个1785英镑的汉堡买单吗? 这个汉堡所使用的食材都非常昂贵 有顶级干湿热层和牛 安格斯牛 鹅干 松露 鱼子酱 龙虾等等 龙虾还注入了荷兰勤酒 铺满了起司 日本番茄 和昂贵的伊利比亚火腿 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就是在面包上加上金箔 这款非比寻常的汉堡 并没有在餐厅的菜单上 想要吃到的话就必须事前预约 因为这款高大上的贵价汉堡 是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制作的哦 第八名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辈子买过所有的巧克力 加起来总价值多少钱 在这里介绍给你的巧克力 恐怕远超这个价值哦 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Glorious巧克力 是熔灯金饰世界记录 价值高达9087美元的 世界上最贵巧克力 这款巧克力 曾经在葡萄牙巧克力展上展出 据悉 厂家只限量出产1000颗 这款珍贵的巧克力 用了上等的白松露 葬红花 马达加斯加香草等高级食材制作 巧克力被切割成钻石的形状 然后外层铺满了金箔 然后放置在香油5500颗 施滑洛斯奇水晶的罩子内 相当奢华 这款巧克力的包装盒 甚至可以拿来当做珠宝盒 这么贵的巧克力 就算给你买回家 你真的舍得把它吃掉吗 第七名 每下咖啡豆每磅350美元 说起最贵的咖啡豆 大部分人会认为 猫屎咖啡豆是世界上最贵的咖啡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你是一个沉醉于咖啡世界里的人 你心目中的答案肯定是 梅下咖啡 据闻只要吻过它的香气 你就会瞬间爱上它 今天就给大家解开 为什么梅下咖啡豆 价格如此高昂的秘密吧 60至70年代 巴拿马翡翠庄园的庄主 Daniel Peterson 另外发现在自己的咖啡庄园外 这些原本被充当防风灵的 梅下咖啡素 所产生出来的咖啡豆 竟然有非洲咖啡豆特有的柑橘和花香味 于是它便把梅下咖啡豆 独立种植 2004年便用了这款咖啡豆 参加巴拿马咖啡豆杯测竞赛 并一炮而红 连续三年栽的头筹 更在2007年 拿下了美国精品咖啡协会的 国际名豆杯测大赛的冠军 2006年至2010年间 参加竞标的巴拿马翡翠庄园梅下 都是全世界最昂贵的竞标咖啡豆 第六名 蔡新至尊 92612美元一颗 这一颗蔡新竟然在慈善拍卖会上 成功以628888人民币 大约92612美元出标 是的 我们没有眼花 这蔡新价格足够给普通老百姓 作为买房的头期了 这颗堪称为世界上最贵的蔡新 是来自于中国广东省联州市 名为蔡新至尊 2016年 在中国的蔡新慈善拍卖会上 其中一颗被称为蔡新至尊的蔡新 由岳商集团拍得 这颗最贵的蔡新 还进入了金氏世界纪录呢 蔡新至尊产自联州 联州位移中药热带 土壤肥沃 日照时间长 降雨量充足 周月温度差异大 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在农夫们的精心照料下 这款蔡新已经变得不普通 种植出来的蔡新 比其他地区的蔡新更加清甜 细嫩 以及更加爽口多汁 甚至还可以生吃哦 第五名 90 H2O 10万美元一瓶 喝矿泉水原来比喝黄金还要贵 这款矿泉水获得世界最佳矿泉水大奖 水源来自美国加州的内华达山脉 是全世界最贵的矿泉水 除了水质良好 它的瓶盖设计也非同小可 是由600颗白钻和250颗黑钻做装饰 最贵矿泉水的水源是来自内华达山脉 但水中的矿泉水成分与比例 确实由瓶水师另外特调的 比原水更具营养价值 但肯定也不会增加任何色素或者调味 仅仅是改变天然矿泉水的比例后 喝起来竟然有水果的味道 比佛丽山庄90 H2O用的是 专属玻璃瓶包装 购买两瓶还会附送四支来自法国 深受欧洲皇室欢迎的 皇室运用水晶品牌 巴拉卡特制的玻璃杯 就是说如果有幸喝到 这支全球最贵的矿泉水 是要倒入水晶玻璃杯内 慢慢品尝的呢? 第四名 8白松露 16406美元 今天要说的这个顶级白松露 Tartufo Bianco d'Alba 被形容为餐桌上的钻石 白松露是寄生于像树根精的松露菌 乳白或浅中 并带有白色带于石纹里的白松露 自1950年首次被发现后 便成为世人为之迷恋的梦幻食材 有人形容它的味道像泥土树根 或是像成年奶酪 甚至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白松露带有男性荷尔蒙的味道 正因为这样 要寻找这种白松露的棕鱼 就要带上雌性猎狗 因为当地人相信 雌性猎狗对于这种气味特别的敏感 能够容易找出这些散落在林间的美味精灵 面对珍贵的白松露 最佳的吃法是生吃 只需要少许份量点缀 整道菜的味道就立刻让美味升华 第三名 最贵香料 葬红花 每公斤15000美元 名阳天下的西班牙海鲜饭 法国马赛鱼汤 意大利米兰烩饭 如果没有了葬红花做香料的调配 这些顶级美食就会失去光环 以及不再美味 葬红花的花色呈现红紫色 花已是快乐和喜悦 在烹饪界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香料 它与鹅干 黑松露和鱼子酱 一起被公认为食材界的三王一后 为什么说它是最贵的香料呢 因为葬红花的花茎很短 每个花茎可以长出四朵紫色小花 约五六天开花一次 但整株葬红花中 真正用来制作香料的 其实只是它顶端无比纤细的三丝花柱 十七万朵帐红花才能收集到一公斤可用的磁性柱头 所以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料 没有人能够访多了吧 第二名 奥地利白荆棘鱼子酱 每公斤三十万美元 由奥地利厂商推出的 白荆棘鱼子酱 是由珍贵的白化鱼卵和22k黄金混合而成 售价每公斤高达三十万美元 就等于每一勺要价四万美元 所以它已经被认定为世界上最贵的食物之一 来自奥地利的渔夫Wildtown Girl 以及他的儿子Practic 由比市面上的鱼子酱产品 他们认为用比较老的鱼鱼鱼卵 才能制作出更滑更有弹性 以及味道更好的产品 同时提供鱼卵的鱼 是生活在奥地利山顶积雪融化的水域 这里的水质天然没有污染 所以才能够制作出最高质量的鱼子酱 他们将鱼子酱磨碎后 再将之以22k黄金混合 少量的黄金 据说对人体免疫系统有积极的作用了 如此高贵的鱼子酱是怎么样的一种吃法呢? 金黄色鱼子酱能够跟肉酱和意大利肉汁会饭混合 也可将它与黄油和吐司面包一起食用哦 第一名 草莓阿诺 140万美元 要吃就吃最贵的草莓 草莓阿诺可以说是贵族水果中的贵族哦 草莓阿诺产至美国新奥尔良市阿诺餐厅 能开价140万美元的这颗草莓来头不小 除了有香甜可口的草莓 最重要的是 这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香钻草莓 草莓内蒸有一枚4.7克拉的粉钻 满足了你世界上的享受 还可以给你听觉上的享受 因为点了这份价值140万美元的草莓阿诺 还能听一场好听的爵士演奏哦 好了以上就是世界上最贵的食物 那不知道你吃过最贵的食物是什么呢? 以上的食物有哪一种又是你最想尝试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并按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跟他们分享世界上最贵的食物 我们下期见!